第五百四十四集 这样道君望着他们笑问 事情解决了 墨天歌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 答道 是 都解决了 那就好 华颜受了点伤 灵犀境界有些不稳 都需要回去 既然你们事情解决了 就多待几年 是 二人躬身硬想 不说别人 镇阳道君就脱不了身 他们受门派供奉 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是应该的 镇阳道兄 有人唤 三人结束谈话 扭过头 见识天道宗的柳定园 比几百年前 他似乎长了几岁 魔气也有些外泄 难道他寿源将近 墨天歌暗想 哦 定园兄 镇阳道君客气应声 柳定园笑闻慈响 看着墨天歌和秦夕 对镇阳道君道 真羡慕 真羡慕你啊 有这么出色的后背 都不用操心了 镇阳道君 呵呵一笑 这些小家伙 一个个都不爱李师 根本指望不上他们 反来 我得忙到作画了 说是难处 脸上笑容 却灿烂无比 相比起柳定园 他这是幸福的烦恼 正好 恶心恶心 柳定园 这老家伙 跟他斗了几百年 老是被他压一头 现在终于轮到自己翻身了 柳定园仍是笑得一团和气 神态没有半分的不自然 至于他心里 是不是也这么平静 就不知道了 笑吧 柳定园道 我以为 就派他们二人去东海战首 如何 镇阳道君 眉头一皱 定园雄 光凭他们两个 不够吧 再加上 鸾凤仙旅的宝贝女儿 应该没问题 凤青来报 八戒以上画形的妖修 不超过五只 守镜并非普通修士 不说一一敌五 敌三 总是可以的 那也要 这些妖修不超过八戒 柳定园立刻接道 若有八戒以上的妖兽 凤青 可就回不来了 镇阳道君 没再接话 纸杰 轻敲桌面 皱眉思索 片刻后 斩头问他们 你们以为如何 秦夕没有迟疑 如果奉亲仙子 所报属实 应该没问题 镇阳道君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柳定园一道 年轻人 真是锐气十足啊 又得镇阳道君道 东海 静灵天道宗 如果实力不及 可向凤青和鲁大全求援 这样道君 没再表示反对 而是说道 那还要看 鸾凤儿能 看不看了 温消 正与丁鸾 一处说话 红言笑道 我说 刘老头 我家凤宁 可没什么本事 靠着我们夫妻俩 才混成个原因 你要靠他成事 那铁定不成 疯导游 你也太谦虚了 游定员 瞥了他一眼 如果你家凤宁 还算没本事 我们天极的原因 都靠不住了 有道友 太看得起我家凤宁了 丁岚笑盈盈 他不过运气好 才没吃过亏 关键时刻 靠不靠得住 我们夫妻俩 可不敢保证 行了行了 你们夫妻 什么时候自夸过 早就听你们说烂了 刘定员挥着手 一开始 说凤宁资质不好 然后说他能结单 就不错了 结成原因 你们还要说是凑巧 要真这么凑巧 天极还不到处是原因 丁岚愤笑笑而不语 你们夫妻俩 就给句话吧 愿不愿意让愤宁跟着去 丁岚笑盈盈 去也沉 让他见识见识 真正的少年音才也好 说到此 目光飘向墨天歌和秦夕 柳定员打的什么主意 私底下墨天歌如此问 秦夕撒嘴一笑 还不是借力 天道宗就在天魔山 靠近东海 如今跟魔道开战 天道宗已经身在前线 若是东海的妖修突破天魔山的天然防线 跑到昆武来 天道宗可就两面受敌了 如今天道宗的宗门实力被我们超过 要是再受到魔道和妖修的围攻 他们的第一阶弟子 必会大损 到时候 连宗门根基都保不住了 墨天歌点点头 还好 我们的宗门驻地在西昆武 无论是妖修还是魔道 都不会直接打上山门 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 安定时期 天道宗的弟子 往往比我们成长得更快 玄清门万年老二 就是这么来的 玄清门弟子 虽然也会到南面森林去历练 但比起天道宗和天魔山相邻的处境 缺乏危机感 也就不易成长 现在 玄清门之所以崛起 除了恰巧有这么多天才弟子外 更因为这特殊的时期 天道宗 算是弟子甚聚 后继无人 秦熙接着道 之所以 之所以让我们跟凤宁去 是因为我们三人在宗门地位都不凡 说句自夸的话 玄清门的将来 大半都在我们身上 镇阳师兄 绝对不会让我们出事 至于凤宁 是蓝凤仙女的宝贝女儿 派了她去 她父母 必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如此一来 东海之事 她就不用操心了 也是对你的实力 有信心吧 莫天跟脸着她笑 秦熙笑起来 好吧 不害臊的说 是这样 一则中期休时 递得过几个初期休时 二则 她强渡南海之事 回来后就传了出去 再加上 现在天极与云中 有来往 在云中 她轻松面上眉峰 与几大势力周旋 凶名赫赫 在昆中城 没休息多久 两人便点了将 准备出发 他们带来的六个节班休时 镇阳道群指名白燕飞 跟他们走 莫天歌 则主动要了矿竹 这位师兄 医术高明 有他在身边 伤亡 要降低许多 助级休时中 吴飞双 早就确定跟着他们 水灵波 也要回东海 那里 是她的故乡 叶真姬 则留在昆中城 对抗要求 数日后 来自各门派的 十位结单休时 三百名 助级弟子 坐上 危险宝禅 前往东海 他们上禅之后 终于见到了 蓝凤仙旅的宝贝女儿 凤宁 丁岚凤霄 总是说 凤宁如何如何 骄纵 如何如何 顽劣 资质不佳 脾气不好 心性不稳 总之 全身都是缺点 感激了凤宁 莫天歌才知道 这夫妻俩 沉粹是睁着眼睛 说瞎话 凤宁极美 五分向丁岚 三分向凤霄 这两位 犹如敌人 女儿 当然 差不到哪儿去 她一上禅 边客客气气地 见了礼 然后 安静地 站在一旁 虽有些冷淡 却毫不失礼 莫天歌传音 这位凤姑娘 看着不像 交门的大小姐 乱凤儿的言语不实 嘻嘻笑 回道 他们说的是反话 嘴上说女儿 怎么怎么不好 其实 宠得黑白不丰 在碧云宗 她是名副其实的 太上皇 随便说什么 这夫妻俩 绝对照办 她说太阳西边处的 他们绝对不会说 东边处的 莫天歌 悄悄扫了 粪铃一眼 这么个宠法 这凤姑娘 居然没被宠坏 你怎么知道 没被宠坏 她在外人面前 倒是挺规矩的 但在父母面前 无理取闹的是多了 莫天歌 撇着她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跟他们很熟 秦夕一顿 师父 跟鸾凤儿人 还算有点交情 我也曾见过 凤宁几次 这些事 都是听师父说的 她才不会说 丁兰曾经要把 奋年许给她的事 虽然是玩笑话 但那对夫妻 未必没有这个想法 只不过 她那时心中 只有修炼 又对凤宁的骄纵 进而远之 直到天魔山 竟和道君说 她心中有人 丁兰 就再也没开过 这样的玩笑 她再优秀 凤宁 也是兰凤仙女的 掌上明珠 多的是才俊 可以选择 不至于盯着她不放 虽然她原因之时 丁兰心中 也有些后悔 若是早些下手 也就没 墨天歌什么事了 这些话 秦喜打电主义 绝对不透露半个字 她本来就对凤宁 没想法 要是说出口了 反倒留了把柄 在墨天歌手中 不爽快时 拿出来一说 她就得闭嘴 两天过去 飞行宝船 到了昆武之东 他们二人站在船头 看着脚底森林 缓缓后退 突然看到 并在一处的 亮作山峰 那里 墨天歌 目光复杂地盯着那个地方 秦喜目光一扫 云雾派 自练气时 离开云雾派 他们就再也没来过这里 一百七十年 想必云雾山 早已面目全非 昔日的弟子 没有陨落作画的 大概都成了筑基修士 他们或许听过 秦守经 和莫清威之名 但是 绝想不到 他们曾经是云雾派 普普通通的一名弟子 墨天歌想起 在天摩山遇到的 王倩一 和沈彬儿人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结成了清单 至于原因 就不用想了 但凡天极的原因修士 都去过昆中城 他们在昆中城 根本没听说过 有云雾派的原因修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一些难求》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看